哈喽,大家好,这个蝴蝶蓝蟲停止了生长,到现在又开花 这个过程,我给它做了些什么呢? 这还得从五个月之前说起吧 这个蓝花五个月之前还是用桃栗木炭,结了一点点水苔种植的 用这种种植方法种植了大概有六七个月了吧 它一点进展都没有 根虽然没有烂,但是它也没有长新根,也没有长新叶子 就决定给它换一种种植方法 换成了用木炭加水苔种植 五个月之后,现在来看一下这颗蓝花的表现 它已经长出了一只花梗,也开出了花 这个蝴蝶蓝去年开完花之后 就跟其他开完花的蝴蝶蓝一样 剪掉了花梗,然后换一下种植方法 都是用桃栗木炭,一点点水苔种植起来的 几个月过去了,眼看着其他的几颗蝴蝶蓝 又长根又长叶子 有的已经开始长出了花芽 想一想,不太对劲哦 如果它还是继续这样原地踏步 又不长根又不长叶子 什么时候才能长出花芽 有花欣赏呢 就决定用水苔接木炭 把它重新种植起来 几个月过去之后 来看一下它的表现如何 首先看一下它的种植方法 玻璃瓶子下面是用了几块木炭 上面是用了非常少量的水苔 看一下这些根 这几条新根已经长到杯子底下面去了 平常杯子底下面是有积水的 刚刚种下去的时候 这些根还在木炭的上面 是沾不到水的 现在这些根已经长到杯子底下面去 而上面这里也看见有三条新的根长出来 新长出来的这片叶子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也是挺健康的 木炭对蓝花的根的生长有很大的帮助 木炭因为它特殊的物理结构 具有吸附作用 它的透气性 吸水性 和灭菌的效果 跟大量的矿物质元素等等 蝴蝶兰的根都是幼稚的 幼稚的根需要排水性良好 透气性良好的植料来养护 植料的作用就是为了增加矿物质元素的吸收 和提升涂氧的排水性 这些都是木炭所具备的 木炭含有大量的甲元素和碳元素 这些元素能促进花芽跟甲林静的生长 这些都是我常常用木炭作为植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用木炭种植兰花 可以直接买一些兰花的专用木炭 这些木炭通常借钱比较贵 我都是买一般拿来BBQ的木炭 买回来之后就泡水 泡完水之后就把它敲成一小块 就可以用来种植兰花了 烧烤的木炭价钱比较便宜 几块钱就十几磅 记住是用木炭 不是用煤炭哦 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看清楚 别买错了 除了用水苔种植的兰花之外 其他的兰花 我都会加上一些木炭来种植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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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